幽人尤美在富豪家收拾东西时 被地上价值十亿的红色高跟鞋蜥蜴 她忍不住偷偷是穿下 虽然内心虚荣感得到极大满足 可现实却狠狠打开一脸 因为富豪家的千金安娜 每天都过着吃喝玩乐的奢华生活 却还跟她抱怨生活的不幸 这让幽人尤美感到非常讽刺 而自己只是为请一天假 回去看望老年痴呆的妈妈 非但没有得到批准 还遭到管家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作为一个富家独生女 就有一群庸人轮番伺候 同龄的他们却有着天差地别生活 让身为她家庸人的尤美内心深感自卑 半夜安娜和她富二代朋友聚会喝酒 让尤美过来开车接她回去 当她到的时候因为玩得正嗨 就热情地邀请尤美过来一起吃饭等她一会 结果等尤美过去的时候 却得她单独安排另外一张桌子上吃东西 受到这样的偏见与歧视 尤美自尊遭受到很大打击 当她回去的时候 看着和自己神似的安娜护照快要过期 便好心拿过去提醒她 结果安娜一脸不屑 故意用手把护照推到桌子边上掉落 并吩咐尤美拿去补办 在豪宅别墅看着窗外的去 她不甘愿就这么被对待 因此决定要改变自己 她偷偷拿走安娜的护照 并带走她名校的毕业证书 拖着行李就离开这里 第二天打扮成促家小姐 高中毕业的她拿着安娜的学类 去参加高考补习学院的面试 当对方看到尤美是名校毕业的优质条件 二话不说 直接就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班 顺利找到工作后 尤美就把租用来的名牌衣服退还回去 但是她想到上班后 每天来租也是个问题 便拿出之前附加千金安娜 送给她的名牌手表要当掉 结果柜台工作人员 直接告诉她这个手表是高仿的 而送她这个手表的人肯定不怀好意 原来安娜一直都没把身为庸人的尤美放在眼里 这件事让尤美更加坚定 要挤上上流社会的想法 她把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改成安娜 利用安娜的身份来让自己混到上流社会 尤美正为钱一筹莫展的时候 恰巧收到老家因为铁路开发要拆迁的通知 有一笔拆迁款后 并把病情越来越严重的妈妈 按照阿姨的建议先安置在养老院 解决资金的问题穿搭住宿就不愁了 于是去当高考补习老师前 尤美便去教育机构寻找补习老师 假装要给弟弟准备留学的原因 故意从老师嘴里套话 从他们那里学习补课知识 最后给要参加高考的富家女孩完成补课 而女孩的家人都对她的身份坚信不疑 甚至还从朋友那里听到安娜的传闻 尤美还像往常一样 逛着高仿的服装市场 询问老板有没有当下奢侈品牌的最新款 就在这时她接到补课学生的电话 学生激动万分地把好消息告诉尤美老师 自己考上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 还说自己现在就是尤美老师的后辈 但尤美并没有一丝替她高兴的样子 反而让她心生妒忌 她面无表情地挂断电话 但因为这一次补课让学生考上名牌大学的事情迅速传开 顾名而来找尤美补课的学生越来越多 自己高中都没考上大学的尤美 依然自信满满教着即将高考的富家学生们 随着尤美在教育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她顺利从一名普通的补课班老师 跳跃到名牌大学的授课教授 为了不被发现 她每晚都提前学习 第二天要给学生讲课的教学内容 加上自己又年轻漂亮 人气高地迅速传开 因此学校的招生名额也为她增加 这时主任突然问她有没有结婚的想法 她可以给她介绍做美人 尤美委婉的拒绝 但听到主任说出南方的条件后 尤美瞬间愣住 她回到家翻院南方各种资料 得知相亲对象竟是知名投资公司的总裁后 使她向往上层社会的想法 产生更强烈的欲望 贫穷女人顶替富家千金身份去相亲 南方不断夸赞自己眼光品味 还说他们坐的沙发都是国外空路过来 而在富家小姐工作当庸人的尤美 只要用手轻轻一摸就知道真假 场面气氛瞬间尴尬到极点 尤美深知这些就算都是假的 但在她面前相亲的男人 绝对是不折不扣的富豪总裁 只要和她结婚 就可以换得一把通往上流社会的钥匙 看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她还是矜持地表示自己不急着结婚 南方见状慌忙表示 就给彼此出来见三次面机会 之后再尊重她的选择 尤美一脸随意地表示那就是下巴 随后两人约会中的相处 也是非常甜蜜融洽 时间很快到双方父母见面时候 南方父亲表示婚姻是一辈子大事 一定会为两人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双方亲家也愉快地将婚事敲定 尤美送走男友家人后 回头就来到自己花钱雇人假扮她父母面前 给了他们一笔丰厚的报酬 并说到时和自己丈夫婚礼结束后 会将两位送到机场 他们至少需要去一下日本 这样才好谎称她父母在国外定居 避免到时被发现破绽 很快两人盛大的婚礼如期举行 出生贫穷的女人顺利和富豪总裁结婚 众人看着两人家境相当的婚姻 也都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尤美也住上奢望已久的豪华大平坦 当家里佣人夸赞两人结婚照拍得太好 问尤美放在哪个显眼位置后 结果尤美却直接让佣人 把结婚照重新打包好 丢在摆放杂物的屋子里 家里佣人顿时无法理解 没料到尤美却对她说 因为富豪总裁对她来说 只是自己挤入上流社会的工具人而已 从小就充满虚荣心的她 为此编了无数个谎言 如今终于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 她自信满满地从限量版包里抛出车钥匙 开着价值上百万的豪车 来到亿万富豪的聚集地 过上让名媛们都羡慕的生活 这天尤美以企业赞助学校的身份 受邀参加学校里的奖学金颁奖一试 结果一位听障人士的学生 因为手语翻译师搞错时间迟迟没来 导致颁奖典礼无法继续下去 这时尤美回头告诉大家 自己可以帮女孩做手语翻译 因为尤美母亲也是听障人士 所以母女两从小都是通过手语沟通 她来到女孩身边通过手语安慰她不要害怕 告诉她就算她失误 除了她没有人会知道 看女孩还在担心 尤美直接在她身旁 通过手语在众人面前比划博取她信任 果然女孩紧张的情绪瞬间消失 在台上通过尤美的手语翻译 获得台下众人掌声 女孩紧紧抱住她表达感谢 大家因此也都对尤美刮目相看 尤美心情愉快地回到自家大屏层 但很快她冒名鼎替附加小姐身份 过上别人奢华生活的秘密就要败路 因为冒牌遇见真正的附加女孩 两人甚至还住在同一洞里 贫穷女人冒名鼎替附加千金身份 一跃成为豪门阔态 过上亿万富豪的奢侈生活 但很快她冒用别人身份的秘密就要败路 因为她和真正的附加千金在电梯里相遇 面对贤助认出自己并跟自己打招 尤美惶恐不安不敢做出任何回忆 附加千金看着曾经自家庸人 如今穿着一身名牌和限量版高跟气 甚至还跟她住在同一栋大平层豪宅里 她感到很诧异 但还是摆出一脸不屑的表情 尤美极力控制着情绪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从她身旁走得出去 附加千金看着尤美一直没搭理自己 便嘲讽着握起狗爪子跟她道别 当扶着抢走出来的尤美 回头看到她身影消失后 便害怕到双腿发软直接瘫坐在地上 她深知自己冒牌附加千金身份被识破后 自己好不容易偷来的奢侈生物 都将会毁于一旦 随后时间里 尤美哪脑子都是和她相遇的画面 在各种社会名流富豪聚集的场所下 她会经常走神险的心都在焉 这天尤美拖着身心疲惫的身体 回到自家楼下时 竟再次撞见那个让她惧怕的附加千金 闲珠调侃地问尤美 看着和自己住在同一栋楼里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附加千金 此刻尤美感到很头疼 她回到家想说服丈夫搬家 解释这里太闷想在窗户敞开的房子里生活 丈夫回复她在首尔拥有这样的房子 可是象征着地位和身份 就算这里窗户不能打开 也都是大家渴望不可求几破脑袋小猪的地方 看着丈夫坚定要留在这里 尤美也只好放弃这个想法 这天尤美和丈夫一起出门的时候 竟意外撞见闲珠的妈妈 并从通话内容里抛租到 附加千金家里准备卖掉大楼的事情 于是她开始调查附加千金 从国外回来的目的 原来她家经营的医院负债累累 顶梁住父亲也因为脑中风去世 附加千金也因为生意失败 面临巨额赔偿 这些事情非但没让她高兴 反而让尤美有更多担忧不断涌现 随后的时间里 每当尤美看到电梯从23楼下来时 她就会为躲避和附加千金碰见 每天回家都选择爬楼梯 她拎着高跟鞋一口气爬到23楼 就算拐到脚趾要不和她碰面 她也甘愿放弃舒适的电梯 每天大汗淋漓地爬楼梯回去 而这一爬就是一年 可是秘密终究是只抱不住 这天有美貌名顶替她的身份 被真正的附加千金识破 平穷女佣貌名顶替附加千金的身份 不仅混入上流社会圈子 还逆袭人生嫁给亿万富豪 却不料多年后被对方试破 一向硬气的她面对本尊 只能放低身资给她下跪道歉 祈求给她一点时间来处理 盗用她身份的事并求得原谅 附加千金见状一脸不屑 神情严肃地告诉她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但是附加千金想到自己的家族企业 随时要倒闭的现状 还因为生意失败要面临30亿巨额赔偿 她决定让有美在一个月之内 拿出30亿来补偿便帮她保密身份 否则就走刑事处罚的流程 有美听到这天文数字瞬间吓蒙 表示至少要求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一无所有的她又如何能拿出这天价补偿 转身离去时还不忘回头对她说 有美被气得紧皱眉头 但她也只能想办法 如何筹钱来解决这件事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家里的佣人走过来告诉她 自家孩子突然有个手术要做 想跟她请假一天 怎料正好撞在有美的枪头上 对着佣人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平时在众人面前温文尔雅的有美 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 佣人瞬间被这一幕吓蒙了 有美这才意识到 现在的自己已经变成 曾经身为佣人的她最讨厌的坏人了 佣人惊吓到慌忙道歉 等到有美恢复情绪后 便批准她的请假申请 有美自从有美的身份被贤猪发现 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 恰巧这天在停车场遇见贤猪 看着就站在车头面前的贤猪 有美突然心生邪念要撞死她 她挂上地挡在身踩油门某的窜里去 就在要撞到她的时候 有美恢复理智及时踩住刹车 车就停在离她一个拳头的距离 当有美恐慌地抬头望向她时 没料到眼前的贤猪 竟是个疯批女人 随后的日子里 有美每天昏昏沉沉 无助地等待着自己庸人的身份被曝光 没想到因为自己丈夫 因为是内定的首尔市长 大家都提前巴结她 跟未来的市长夫人搞好关系 从脚下偷偷递过去 装有一亿现金的购物袋 有美将她递给附加千金 结果却遭到一脸嫌弃 还被她无情地丢在地上 因为她要的是三十亿 甚至还威胁她记得遵守时间 自己可没有什么耐心 有美无助地站在原地 最后贤猪离开时还不忘讨论她 当有美爬到二十三楼的时候 突然想到有方法快速筹到三十亿 交给贤猪的封口费 来让自己身份保密 于是她回到家 开始整理富豪夫人的名单 发现想和她搞好关系的名单中 有四十五个人 而每个人都给她一个购物袋的话 那三十亿的封口费自然就解决了 于是有美主动热情地邀请她们出来见面 而有美每次见面回来的时候 车里都会有一袋放满现金的购物袋 接着一个连着一个约富豪夫人出来见面 看着身旁装满现金的购物袋 满脸笑容的有美瞬间变了 很快有美车里的后备箱 就放满好几大袋装满现金的行李包 随着交付给贤猪三十亿补偿的月子越来越近 贤猪也在她的别墅里坐等她出现 但有美丈夫因为刚上任首尔市长 有美也必须陪她丈夫应酬不断 结果到晚上贤猪白天坐着的桌面上 进轨一般出现红色血迹 坐着的椅子也倒在地上 有美这边还为约富豪夫人出来见面筹钱 不停赴约吃东西最终导致消化不良 等到有美来到药店买药时却意外发现 贤猪的别墅里竟发生另案 有个三十岁左右对人生抱有悲观态度的女性 因为在车里燃烧煤球熏倒 被发现时已经死于车内 于是有美未确定身份 驾着车故意经过别墅 确定是贤猪的别墅发生命案后 她直接把车开回家 整个人像丢了魂事的走过去 却不料有美在电梯门打开后的一瞬间 竟看到这一幕 贫穷女佣冒名顶替附加千金的身份 不仅踏入上流社会的圈子 还逆袭人生嫁给有权有势的丈夫 却不料丈夫得知她真实的身份后 便将真正的附加千金残忍杀害并制造自杀假象 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 让有美把学校的工作辞去 因为她不想让这些事情 成为自己竞选首尔市长路上的绊脚石 有美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 自然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 却不料第二天有美上班途中 突然收到被暂时停职的消息 有美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丈夫所为 她虽心有不甘 但面对有权有势的丈夫 她也只能无奈地在停职申请书上签上笼子 因此她决定开始反击 拿到丈夫贪污腐败的证据去举报她 回家时有美在电梯口恰巧看见 被杀害的附加千金女儿后 她忍不住躲在角落里哭泣 虽然自己利用她的身份来获得名利和财富 但她从未有过要害人的想法 她开始到曾经被丈夫解雇的司机家中 收集丈夫不利的证据 并打听到她的丈夫在美国已有妻子 还有个身患自闭症的儿子 她想用这些负面信息来让丈夫竞选失败 有美很快便把消息曝光出去 舆论风波瞬间冲上热搜第一 丈夫得知此事被曝光后 愤怒地让手下的人当场跪下来 自己为了竞选首尔市长后 她就连附近有女人的酒馆都没去过 结果连自己孩子在美国的事都被曝出来 大声训斥手下的人这是该如何解决 大家都不敢吭声 这时网上突然出现一则 关于有美购买毕业论文的丑 跪在地上的人齐刷刷地拿起手机开始吃瓜 却不料因为有美的舆论 很快就把丈夫的负面消息压下来 丈夫因此顺利躲过一几 得知有美在偷偷调查收集证据陷害她 她向有美说出一切 威胁她自己早就知道她是庸人的身份 大家已经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 过好自己梦寐以求的富豪生活不要多管闲事 但对恶魔丈夫所做的是有美并不买账 因为她为自己的利益 残忍杀害一条无辜的生命 她愤怒地想将有美置于死地 但想到仍需利用有美来让自己成功上任市长的物质 便选择先放过她 可是背地里却安排人在她利用完有美后 就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囚禁起来 有美来到医院看望患有老年痴呆的妈妈 可妈妈早就已经不记得她 原本想得到这一切来好好孝敬妈妈 结果最亲的人却忘记她 这让有美悲痛不已 她在车上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美抵替她身份的珍安娜告诉她 妄言终究会被揭穿 她让有美别这么早哭 因为从现在开始才是地狱 说完转身一屁股坐进了豪车里 然后调侃地对有美说 有美这才意识到 有些东西只有当你真正拥有后 才会得知自己是不是真心想要的 接下来的日子 她每天笑容满面 跟着丈夫去各种地方进行拉票 当回到车上车门一关 下一秒瞬间就变得面无表情 丈夫递给她明天要采访的内容 有美第二天接受记者采访也听话赵左 因为这是她的缓冰之计 原来她已经找到记者闺蜜 把丈夫杀害珍安娜和她贪污腐败 包括自己向富豪夫人们收到的贿赂证据交给她 就算一切都回到连点 甚至要遭遇的牢狱之灾 有美都早已准备好接受应有的惩罚 因为她只希望自己的恶魔丈夫 不再去祸害他人 接着她为保护 一直在帮助她的秘书而故意解雇她 因为后面真相曝光出来后 她也会被牵扯进去 秘书表示之所以愿意站在她这一边 是因为她认为有美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尤美也没想到 陪伴自己身边最亲的人 竟然就是相处不久的秘书 就在首尔市长的竞选现场 有美突然收到妈妈疗养院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得知自己的妈妈支撑不了多久 恰巧这时身旁的丈夫 以50.4%的投票率取得胜利 成功担任韩国首尔市长 满脸担忧的有美被丈夫强行扶起来 当着众人的面拥抱了下 竞选结束后 有美和丈夫在楼下正准备回去 有美祝贺完丈夫后告知自己妈妈病危 要赶去疗养院陪着妈妈 结果却被无情的丈夫调查 没想到丈夫为了不再发生意外 影响到她上任首尔市长 竟直接拒绝有美的情形 并打电话吩咐手下去处理这件事 这天丈夫按照计划 假装去看望自己儿子的名字 借此机会送有美去美国精神病院囚禁起来 不知情的有美跟着她上了飞机 这时她突然接到疗养院 传来妈妈去世的噩耗 自己被丈夫软禁在家 连妈妈最后一面都没看上 她对眼前的丈夫心里充满恨意 到达美国后 丈夫找了个理由拿走有美的护照 有美也已经开始怀疑丈夫 等到丈夫驾车行驶在荒无人烟的路上 便放心的要把她送往 精神病院的事说出来 有美没想到的是 身旁的丈夫竟比她想象中还要恶魔 无法逃脱的有美 当看到她安全带没有扣上的时候 一个不留神车前出现一头路 直接把她吓得惊慌失措猛打方向盘 此时有美抓住时机一把拉起手杀 车瞬间就失去控制 一头撞到旁边的柱子上 有美身受轻伤安全逃了出来 而丈夫却死死卡在椅子上出不来 她从丈夫兜里拿回自己的护照 可救命恩路对视了一眼表达感谢 然后拿起手机寻找有信号的地方报警求救 这时丈夫清醒过来 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逃脱 想让有美过来当她一把 有美却对她不理不睬 气得丈夫咬牙切齿 这时有美接收到信号时收到等信 就是安排闺蜜向检察官曝光她丈夫所过的坏事 被上面和她有关系的人干预阻止 有美得知就连法律都没办法制裁她后 她转身回头扯下丝巾 从包里掏出打火机 突然心生恶意决定就此来解除她 她拎起手提包点燃了丝巾 然后面无表情地拎着燃烧的手提包 一步步走到车旁边 把点燃的手提包一把丢了进去 荒诞的谎言终于可以结束 有美也得以解脱 她抑制不住情绪崩溃大哭起来 丈夫在美国车祸死亡的消息瞬间传遍韩国 而她妻子有美却意外失踪了 最讽刺的是曾经风光无限 受人喜爱人脉强大的仗务 自从丑闻被告出来后 众人为了和她撇清关系 如今庞大的葬礼上 却没有一个人前来调宴 只有寥寥无几的记者到达现场 从学校里就开始一直羡慕着有美生活的闺蜜 至今还在关心远在国外的有美国的好朋友 原来有美在当时车祸后 她就靠着坚强的意志力 用双脚徒步从美国走到加拿大定居 每当有人谈论起这件事 徒步来到镇 由美来到一国他乡隐姓埋名 依然坚强地生活下去 这部剧八月份还会上线两集 到时更新后第一时间发布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